大家好,我是雀,這一集要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想見你已經出現了三個人,他們在六個人的肉體上互相穿越了一個複雜的時空線 到底是誰跟誰?什麼時候身體交換?什麼時候被躲射?什麼時候進行到什麼事件? 用了這幾張圖來跟你講 第一當然是大家最關心的李子維的部分 他跟王全盛一個人看起來現在到39歲,2019 另外一個他在2010年跳海死亡 之後被李子維接受了他的身體一直活到27歲,醉雞了 然後他就回到了李子維他自己在2003年的時候 因為車禍昏迷變成植物人,其實也只有昏迷了兩個禮拜的時間 所以他就重新的活了這七年之後 再重新回到2003年車禍兩個禮拜之後 再回到他自己的身體上,然後再度過到39歲 漫長了15年的等待 所以李子維,大家不是會討論說他到底靈魂是幾歲啊? 如果用這樣的計算方法,他在2003年跳到王全盛身上 又活了七年 所以其實他再加這七年,等於他那兩個禮拜的時間 所以其實他到目前2019年活到39歲 但其實我們要再把他加七年,所以他現在是45歲的概念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李子維他的整個時間線的事件發生 好,他先跟三個人變成好朋友1998年 然後呢 避到了小黃雨萱 那時候其實黃雨萱已經穿越來了 他是同時有兩個黃雨萱 在那個時空裡面,蔡文柔死了 然後呢,大家都知道1999年的小年夜 陳韻如可能會死,然後呢 2000年的時候莫俊傑入獄 2003年他回來台灣,然後SARS車禍 然後他這個時候就穿越到王全盛身上 緊接著呢 他穿到王全盛身上的這一段 就變成是王全盛的時間線啦 好,他2010年跳海 然後呢,接著李子維接收了王全盛的身體 那這過程就比較細了 他是10月2010年的時候,準備早就久然後重考 2011年上了大雪跟黃雨萱相遇 相戀到了2017年就空難了 好,這是這一段,剛剛講的是這一段 那接下來就是這一段囉 李子維回到自己的身上之後呢 可以看到的是他在2003年 他醒來了 醒來之後呢 他就繼續過到2008 他去接莫俊傑出去 企圖阻止他自殺,但是沒有成功 然後到2017年的時候 在跟自己的相遇 然後呢,到2019年 跟最新的黃雨萱相遇重逢 然後被醫生用門栽打 哭哭 好,這就是完整的李子維的時間走的 所有遇到的事件 接下來陳韻如跟黃雨萱的部分就 就挺複雜的 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時間線怎麼RUN 好,1998年的時候 他們兩個人靈魂相遇了 然後呢,我們都知道黃雨萱 她穿越到了陳韻如身上 然後陳韻如呢,她就開始過著她自己的生活 第一次穿越跟第二次穿越 然後黃雨萱回到自己身體之後呢 她很緊張的想知道說 能不能第三次穿越 那真的有點複雜 我們先來看單一個案囉 好 陳韻如的部分呢 可以看出來就是 1998年這39年變成好朋友了 跟李子維一樣 然後重點是 10月22號 沒人知道她生日的這一天 家人吵架李家 跟李子維告白失敗了 她又被襲擊了 就是很慘的一個人 這個時候 黃雨萱在腹腹在她身上 然後呢,黃雨萱後來又穿越回去 再一次再回來穿越的時候 再一次 回去 所以這中間的過程其實是 跑了兩個circle的概念 然後呢 到1999年 未來的二小年夜 會發生的是 但是大家都知道 陳韻如我自己知道 黃雨萱自己也知道 小年夜會死喔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太亂的黃雨萱個案到底是怎樣 六歲的時候 遇到了李子維大哥哥 帶他到處去玩 然後呢 2017王全勝墜機之後 在兩年後 他才辦告別事 太想念王全勝 聽了500 第一次的穿越 然後呢 跳回來之後 這第二次穿越 然後再回來 然後就問心理醫生這件事情 然後心理醫生 就到他家親門他 或者整個過程是這樣 但是沒有發現 李子維跟黃雨萱 其實他們兩個搞穿越 都還蠻賺的 因為他們都是 醒來 其實都只有花了 短短的幾個小時 幾分鐘 甚至是最多 就兩個禮拜 但是他們換來的是 一段很長的時光 所以他們的人生經驗 是有擴充感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陳韻如我跟黃雨萱 兩個人之間的交互關係 是這樣 有沒有很清楚呢 黃雨萱 目前到第十集 穿越回去兩次 每一次都可以看到 黃雨萱每次只要斷線斷片 穿越回去之後 他其實都換了 陳韻如蠻長的一段時間 來跟李子維好好地相處 回來的時候都還挺接系的 所以基本上是 鑽到的概念 鑽到另外一個人的人生 只是說接下來 到2019的第十一集 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就是大家比較有懸念的部分 好 大家都不在乎謝醫師吧 但是我們還是要講一下他 謝醫師的部分 很清楚啊 所以其實大家目前就遇到兩次的穿越 我們來看一下他怎麼跑的 我們都已經知道了 其實是弟弟他才是壞蛋 他佔用的哥哥 他為了要救陳韻如 那個昏倒的瞬間 開始奪射他哥哥了 然後第一次回去 差一點要幹掉陳韻如 然後沒有成功 因為被黃雨萱叫醒了 他趕快第二次 趕快回來 要準備要回家 就是他這邊這個時間 其實他做了很多大事 他就弄暈了黃雨萱 然後幹掉了李子維 然後趕快回家準備要穿越 但是他會穿越會接到哪裡去 有沒有很好奇呢 好這就是 謝醫師我們有在關心你 這個兄弟現在是目前是這樣 那到11集會有怎麼樣的進展呢 其實就會比較解釋 謝醫師這個兄弟 他們互相穿越的狀況是怎麼樣 好三個主要的穿越人物在《想見你》裡面 他們跑來跑去是怎麼跑的 這幾個圖都很清楚的跟大家講囉 那我們好好地盡心期待 第11集的來臨吧 我是雀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謝謝各位收看 視覺看電影 也謝謝各種留言 按讚分享跟指教 為了讓我們節目越來越好 你的意見很重要 每個留言我們都會私下討論 成為製作影片的重要根據 所以來吧 重要的是來訂閱 來講心事 來留言 都可以 等你